台中大甲镇南宫大甲妈祖绕境进入到了第六天 不过呢在昨天晚间却发生了一起事故 有一辆提供乡客休息的货柜改装车 在路边擦撞到一辆车辆 那么更离谱的是这个价值呢 它竟然喝酒酒驾 因为它的酒测值呢高达了0.91 被依照公共危险罪嫌整办 25日台中大甲妈祖与嘉义新港奉天宫举行驻售大典 其中陆续有不少矫程较快的香灯早及志工先行返程 不六二十五日晚间七点多左右 一辆提供香客休息的货柜改装车 于湖为临森路一段转进博爱路 不慎擦撞停在路边的蓝色自小客车 虽然车速不快但撞击了力道 仍造成自小客车左后方严重回顺 五十多岁的陈信驾驶酒车值高达0.91 被依照公共危险罪嫌整办当中 高雄市林雅区昨天发生一起人伦悲剧 一名六十二岁的林姓男子 他是徒手勒死了他六十五岁的哥哥 事后他在自行报警警方获报 赶到现场立刻将林姓男子带回调查 全案现在是依照违反保护令 还有杀人等罪嫌移送 不过详细的发生情况检警还在调查当中 高雄市林雅区乐人入二十五日发生人伦悲剧 根据警方调查六十二岁的林男与六十五岁的哥哥 两人互有嫌隙 没想到兄弟俩在下午一点多又起争执 竟失控勒住对方的脖子将哥哥活活掐死 事后弟弟自行报警警方获报后 立刻派人前往现场将林男带回调查 全案依照违反保护令杀人等罪嫌移送 详细的案情仍在调查当中 同样也是人伦悲剧 但您看到的是发生在台南市北区的国滨大楼 在二十四日上午传出一起命案 有一名高龄七十九岁的老翁 他因为和四十九岁的女儿抢厕所 然后发生了口角 老翁一气之下竟然拿着拐杖把女儿活活打死 也导致他经过送一抢救之后 这个女儿仍依旧宣告不治 台南市北区国滨大楼 二十四日传出了一起人伦命案 高龄七十九岁的严姓冷翁 疑似不满四十九岁的女儿占用厕所太久 双方发生口角 严难利用女儿洗脸时 持着拐杖敲打女儿的右后脑勺 严女当场头破血流倒地不起 经送医抢救之后不治身亡 据悉严翁起初还不承认在案 便称女儿是自己跌倒 事后才改口坦承 持拐杖重击女儿的后脑三下 目前全案警方正进一步调查厘清当中 我要先谢谢我的铁粉Jackery 她刚刚居然抖内了1212人给我 然后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昨天Jackery她有去看 我昨天去参加朱大的直播 然后她就说她昨天想要抖内给我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那边抖内不了 她说她钱都准备好 然后我就开玩笑 钱都准备好了 对 我就开玩笑跟她说 那没关系啊 明天ET5新闻的时候你可以再抖 没有想到她就真的抖了 因为她之前就是只要我每日一字 有猜对的时候她都会抖给我 说话算话 对 但是我就是最近那个出错 打错率还是太高 她就说她一直很想抖给我 然后我都没有办 没有机会让她可以抖 没有关系 接下来还有一个机会告诉大家 如果你有这些钱 有这个心力想要帮忙的话 接下这个新闻 你可以发挥你的爱心了 24号凌晨6点多的时候呢 男头有一名31岁的阳姓孕妇 她是骑机车 载着她4岁的长女 要到这个幼儿园去上学 没有想到在路上还要左转的时候 就不幸与对象 44岁灵姓男子 所驾驶的执行物流货车发生碰撞 母子还有她肚子里面的小孩都不幸 最后是伤重不治 虽然说现在这个详细的事发 经过还有待警方调查厘清 不过呢你知道吗 这名阳姓女骑士 她家里面还有一个刚出生不久的 非常年幼的婴儿 而且她的老公是待业中 然后家里面还有一个刚出院的婆婆 等于说一家五口 全部都靠着这名阳姓女骑士 一个人来工作来支撑全家 没有想到现在等于是这个家中的精神支柱 还有经济支柱 就一时之间就是过世了嘛 所以现在呢 校方就发钱 募款希望社会大众可以帮忙 帮助他们一家人度过难关 24日男头一名31岁的杨姓孕妇 骑着机车载着4岁长女到幼稚园上学 不要在路途中左转时 不幸与对象44岁临难驾驶的 执行物流货车发生碰撞 怀孕中的杨女与校方又生三人 送医抢救后仍然不治 据了解杨女一家经济状况不佳 丈夫待业中还要照顾刚出院的婆婆 一家五口生计全靠她在社区超商的收入支撑 清晨准备送小孩上课再去上班 未料母子却遭此横祸 依达少国小也到处寻求资源 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接着你看到的是 国道一号竟然发生孩童误闯事件 有一名年约10岁的男童 他竟然赤脚独自在国道的路肩行走 你看旁边那个车子呼啸过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而且他怎么会走上去呢 其实当时有一名公车司机 他经过的时候发现了 他就赶快用广播器 广播说小朋友你怎么在那里 赶快停下来 赶快上车让他上车 结果这小朋友听到广播的声音 他反而吓到赶快跑走 他就要往路上冲 但是这样非常的危险 所以司机也赶紧下车 把他抱上车 才结束这一场国道惊魂机 小朋友下来 下来快点 小朋友下来 国道1号23日发生孩童误闯事件 一名年约10岁的孩童独自在国道路肩上行走 旁边车辆呼啸而过 场面相当惊险 赞从客运的康信司机发现之后 随即打开车门 并使用广播叫男童上车 但男童疑似被吓到 又自顾自地继续往前走 并且绕过一旁的车辆 走在车道上 眼看客运离自己越来越近 男童还小跑步逃跑 最后康信司机在路间停下 并迅速冲下车 将男童带上客运 事后男童跟司机一起回到公司 司机还叫了麦当劳给男童吃 男童则快乐地吃着素食 结束了这场禁魂祭 根据了解 男童疑似是和母亲 到领口交流道附近的公园玩 但却因为不明原因 闯入高速公路独自行走 对此国道警方也表示 这样的行为已经触法 将对男童的家长开罚 国家运动训练中心的一名 黄姓教练被周刊爆料 竟然是家暴惯犯 黄姓男子他台面上 其实是个耐心的好教练 没有想到他私底下 却是嗜赌成性 甚至还是以赌博来还债 结果却越欠越多 而且他还多次对女友暴力相向 甚至在车上逼女友要脱衣服 因为他怕他跳车逃跑 所以他就逼他脱衣服 那么现在女友已经对 黄姓男子申请了家暴令 并且提出伤害等多项稿 和举重女神郭信纯合照 国家训练中心直排轮黄姓教练 镜头前看起来是一名阳光大男孩 不只在佐迅中心服务 还在北部地区 招小朋友直排轮课程 但私底下他就被陈女友控诉 不仅是毒成瘾 还是恶劣的家暴惯犯 有证常安全度待 意识 Profess lugares 有证常安全 有证常想跟着我 在海也不能坐十分 有证常 diver 有证常 有证常 有证常验 有证常看 诶 诶 诶 憑什么永远都我一个人 你告诉我 就是连续啊 700天啊 赚一碗 连续三年赚一天 对你永远看 你要赌产 你告诉我啊 你们要共存 你没办法 很简单啊 用照人帮你赚钱啊 连续三年赚一碗 我要赌产 去发牌啊 那你要拿一道具 人家要拿给你发 今天我帮你 连生活都没办法过 我说你 你要怎么才干净 以前赚一万块啊 没有我就打给你弄压力 因为我不管家钱 就要找麻烦 你今天弄这么多一万块 我就会翻你的脑 我就像淘宅人一样 给你压力哦 因为不是情侣的关系 就不能提加暴力 我也不是情书 你对外你也不是我的朋友 你要听我提什么加暴力 当时黄南开车速度很快 还伸手插进被害人的喉咙 尽管女方大声尖叫 甚至想要跳车 都被黄南警告不准逃离 而一名穿橘色上映的民众 似乎有听到声音出门查看 但还是没能发现一种 其实有蛮多的误会 然后这件事情 其实法院还在嫌力中 所以照理来讲 我们可以侦察部门的开 我也不知道要 所以这边一定有种 私人医的事情 然后就是一直去闯架 但是 我是觉得这不是 家暴 只是对方就是说 他有他不舒服的地方 那就 只好照给法院来审理这样 两人对此事看法不同 但随着录音档曝光 前女友对黄姓教练 申请保护令获准 后续也将提告对方伤害 招由司法来判决